你说他往杰斯身边一突 杰斯只能把他捶开 杰斯完全没有机会去突突这边的后盘了 好 这边是抱团来推这个下二塔 那边血量不好 应该是要准备放弃这个塔 应该是放弃了的 团队精气差不多 但是正面的团现在是有点不敢打 而且这边杰斯理论上的Poke要比对面来得强 但是在刚才消耗当中 却是被对方先把血量压下来 选择了撤退 毕竟对方这波身上还有好几个人有龙buff 现在两边的差距还是在三位数之内 杰斯跟这个女警的输出都不尽人意 所以大天使这个点就感觉有点废了 他大招丢上去就没有什么 狮子狗谁要留一下蜘蛛 蜘蛛应该会跳走吧 Q上来 哦 这把勾勾的漂亮 这样蜘蛛应该是死了 是 看一下龙女 龙女很硬 但是现在是陷入一个包围圈 大招已经用过了 这个龙女吃了 确实连打不动 确实连打不动 这波应该是一个三换一 哎 格强Q过来 瑞文这一手玩得很溜 这个断后断得很漂亮 那这一波的话要事情了 好 这一波打完就是说应该 老干爹是正式的确立了在第一局的一个优势 你是在收一个好buff 龙女 罪了 这个英雄真的 打菜刀队 无脑生护甲 刚才就是说在切掉蜘蛛之后 龙女是切入吸引了几乎所有当时有的技能 对 吃了基本上 然后血量是三分 还剩三分之一 剩一半 还剩一半 吃了无数的技能 这老干爹已经是领先了四个人头了 看一下游戏风云这边是否能够在逆境下寻求翻盘的机会 现在局面落后但还不至于不能打 现在来说就是龙女你龙女扑上来 所有人都在打龙女 然后忽略了其他的点 龙女上来吃了很多的上 吃了很多的上来之后 队友在后面偷偷的输出 那杰斯的技能那么近程Q1远程Q1全给了这边的龙女 然后女警的话也是盯着龙女一顿爆点 然后别的人就好像也就这两点输出了 大天使又没有输出 跳跳虎也没有 这两点输出全在打龙女 打龙女又不疼